请你们停止这样要挟旅客 要挟公司的罢工行为 请机师工会的同仁们 你们要回到谈判桌上 好好的来谈 不可以绑架旅客 这不是我们黄航员工的意思 这些机师他们罢工 在气风苦雨的情况下 他们罢工没有薪水的领 我们老公当然要支持机师 加油 罢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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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尊重 飞航健康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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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y duty period 飞航值勤时间 工会这边一开始的诉求 是要持有的是八个小时 以上要三个人派遣 同样的工作 两个人做 三个人做 跟四个人做 是一样的道理吗 当然是不一样的 越多人 那我们的工作负荷 就会越轻松 那在昨天的 跟华航公司这边的协商当中 因为公司坚持 一定要用飞航时间来计算 这个的差异性就在于 因为华航有许多的派遣 比如说台北 去到香港之后 在地停可能长达 四个小时以上的地停时间 那因为一些航班的时间带的关系 所以他在地上会等待很久 所以这样子相对的 我还是在执行 就延长执行时间 但是我的飞航时间并没有增加 那在这个部分上 工会也做了退让 我们决定把我们的配套修改成 用飞航时间 七个小时以上三人派遣的方式 来跟公司做一个对岸 但是在这个部分来讲 公司最后还是仍然坚持 必须要有八个小时以上的飞航时间 有三人派遣这样的对岸来做 那接下来的航班 我也要再次提醒中华航空公司 不要再用检员派遣 来牺牲各位旅客的飞行安全 安全一通 反对罢工 反对罢工 武器公会 我们非常多的人 一直在这个年假里面 不停地在加班 为了要输与每一个旅客 每个旅客都能够说价钱 能够平安返乡 这是我们极不愿意见到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对基石工会的人 正式地宣布 正式地请你们 停止这样要挟旅客 要挟公司的罢工行为 请基石工会的同仁们 你们要回到谈判桌上 好好的来谈 不可以绑架旅客 这不是我们华航员工的意思 我们华航员工的福利待遇 已经优于业界了 所有的派遣条件 绝对优厚于世上 所有的几乎是航空公司 我可以这么讲 他们没有理由罢工 为了少数人个人的私欲 为了少数人个人的一些 一些徒例 一些个人的议题 绑架公司 绑架整个运输界 绑架整个社会 这是我要深深谴责的 我也要跟大家讲 今天我们这个行动 是完全我们自发的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时间 用我们自己的金钱 我们愿意付出 真的是 我们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允许 没有经过任何人的怂恿 这是我们愿意做的 那我本身也在跟 公会也是一个 一个窗口的协商的一个角色 但是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真的看不下去了 公会的同仁们 我向你们 我向你们 呼吁 请你们理性 你们不要去霸凌那些 愿意来飞的教官 我们也希望在谈判的时候 长荣的机师 能够退出这个谈判桌 华航所派出了两位代表 谈判代表 却让机师工会 的长荣的机师 加入谈判代表 这到底算什么 这到底算什么 我们华航的事情 为什么要长荣的来 来商量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谈判代表 变成要被交通部 踢出这个谈判桌呢 这算什么呢 我们会战就要先输了吗 交通部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是我们的长官 照理说应该要保护 国家的这个航空产业 保护国家的人民的交通的安全 他不是这样一味的当烂好人 放各样的劳动条件 让一个公司真的吃不消 然后倒闭 然后倒闭 是我们所愿意看见的吗 回到部分的员工 我相信空情跟地情 都是像我们一样 我们是反对罢工的 我们拒绝一切的劳资的争议 用罢工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回到家里好好谈 认证谈 公司能够给的 绝对不会不给 那我也就来了 但是我没想到 是怎么会是牢牢相争 我们认为 我认为 其实是迫不得已 会没有办法 最后一条路 他们才会罢工 那所以 我们工会 基本上都是支持的 支持受迫害的员工 支持受迫害的鸡师罢工 现在的这一群人 可以看看他们 是不是都是主管职 是不是烤鸡 都是优 都是假上的那一群 所以说 所以说 我看到我太多的老同事站在对面 他们的身份 就是我刚刚所讲 所以说 他们代表他们的立场 我们华航的工会 完全同意 那我们也会表达我们的立场 我们华航工会 绝对挺工会 绝对站在牢房的这一边 他们被动员来说 停止霸凌 霸凌谁 明明是我们牢房被资方霸凌 怎么会是说 机师霸凌呢 机师霸凌了谁 机师今天就是被资方霸凌才要罢工 那目前依据华航资方的这个讯息呢 如果说现在超过七个小时以上的航班 占了华航的航班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这样的高 所以对我们机师工会来说 如果说七个小时以上 我们需要三个人来派遣的话 代表的有百分之四十的航班 我们认为都是疲劳的航班